演出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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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曲 词曲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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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科技爱思考 我是RX 那么刚才这套片子 就是我们在拿到全新戴尔XPS之后 有感而发作的 电脑先放一遍 今天我主要想跟大家聊的是这块屏幕 我想大家一定都有这种经历 去超市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零食 打开的时候 却发现包装在不透明的地方 都是最宽的套路 这也是前几年笔记本给我的感觉 外观都挺好看 那么翻开屏幕 边框宽得赫然能贴两行对联 一块屏两边能跑三辆马车 三斤铁又有为难一介书生 再来个横批 本来灭目 当然就是开个玩笑 这两年各家品牌大手一挥 纷纷向边框宣战 就拿XPS系列来说 2015年就做了载边框 当时那外观放在今天 足够经典 这也许是为什么XPS 一直没换外观的原因 传承懂 这一代XPS15和17用力一抖 把下边框都干掉了 正面就是一块完整的屏幕 窄边框有一种不真实的未来感 同时可以让机器更小更轻 原来15寸的屏幕塞在了14寸大小的机器 重量也做到了2000克 而原来15寸的大小可以塞下17寸的屏幕 这块屏幕的显示面积是iPhone SE的10.5倍 iPad mini的7.2倍 MacBook13寸的将近2倍 相比较MacBook15寸 因为我手上没有16寸嘛 XPS17情景是长了一些 大屏的好处 用一个直观的例子来表达 那就好像是不同的桌面吧 在桌子上我可以看书 也可以记笔记 还可以看客戒 但是小尺寸的桌子 没有办法 没有空间 让我同时做这三件事情 这意味着我必须不断掏出书本 合上本子 管掉视频 这样的反复操作 大大降低了效率 而如果桌面够大 就意味着我可以铺开更多的内容 而且迅速切换 同时进行 所以同学们 你学习不好 主要是因为学校的桌子不得大 在屏幕尺寸上道理相同 更大的屏幕在预览素材时 可以获得更多的细节 在编辑时也能显示更多的时间性 更多的特效窗口 更大的预览窗格 更多的bug 不是不是这个 反正就是不用再在编辑模式 和效果模式中来回切换了 从每个细节 关爱内容创作者的头发 那么说到这儿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东西 就是这款带有点阵像素的背包 那么16x16的像素点上 可以显示各种各样的颜色和图案 相当于一个小小的显示器 而16x16的像素 放在4K的显示器上 大概是有这么大 这也是这块屏幕 带来的另外一种震撼 清晰高分辨率的4K屏幕 所带来的巨大优势就是 细节 你可以直接预览4K素材 凑得再近一点 你能看见我们其实加班到了凌晨5点 但是如果你凑得再近一点 你会发现 其实是PS 我相信每个苦逼的后期 或者美工都会这样 遇见要修改的内容 首先想到的不是拉大屏幕 而是 错清了 这时 一块看不到像素点的屏幕 就变得非常重要 这就不得不提这个 PPI 每英寸像素密度的概念 带来XPS15的PPI约等于282 略高于iPad Pro的264 已经达到了苹果视网螢幕屏幕的要求 尽管这个更多是营销概念 但必须得承认的是 凑近看的时候 图片能为屏幕更真实地望远 而且在XPS15和17上 同时支持了100%的sRGB色语 和94%的DCI P3色语 支持HDR显示 并且出厂自带调色软件 对于设计跟后期调色的同学们 非常友好 但我要说 为上弱智一般的高分辨率优化 白瞎了这块好萤幕 那么4K的画面 菜单极其微小 尽管有17寸的剧品还支持触控 操作起来 仍然 其实挺不适应的 那么由于我们拿到的是工程机 没有办法准确的进行跑分跟测试 只能跟大家嘴上聊一聊才能够 这一代XPS系列 都采用了最高的第10代i9 那么最高64G的内存 XPS15是1650Ti的显卡 而XPS17竟然直接塞了一块RTX2060 这也是这块显卡 第一次出现在轻薄本上 支持光追可以在上班 更好的学习别人游戏的建模技巧 而RTXDUDA的加成 在渲染导述这方面 可以hold住4K级别的电脑 而且通过X光 可以看到 这次有了一块很大的真空散热板 所以我还是很期待实测 XPS17的性能表现 另外体验上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一块超大的触控板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在处理一些素材的时候 那么手势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加成 侧边有4个雷电三接口 那么可以扩展Y接显示器 迅速组成这个双屏的移动工作站 虽便是没有小键盘的 换成了一个8瓦的大瓦 从各方面来看 它都是为剪辑设计的人 所以总的来说 是窄边框也好 是强劲的性能也好 我觉得XPS一直想做那个破局的人 希望人们不再是提到轻薄本就只能码字 提到高配人就只能扛着走 看看今年的XPS17 这块高素质的屏幕加上2060的加持 的确也满足了部分人的期望 所以究竟这款产品表现如何 我们就期待市场的反馈吧 好了 我是你们嘴上不说的 心里一定觉得我很帅的UX 我们下次再见